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郭英平 票已经投完了 现在是选后的一个新时代 在新加坡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林先生也要在这里向他的选民谢票 大家好 我怎么说 这一次的这个成绩 大家也许会觉得有点失望 但是大体上呢是因为我的团队 大家也知道是最后一分钟 经过很大的困难 才筹了一笔这个安徽金 才合格的进入这次的大选 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十天里面 所能做的 所得到的票数 也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的财力更有限 大家这个团队呢 很多我们的候选人都是第一次竞选 经验不足 除了我本人已经三次竞选 其他人大部分都是第一次 那么 叶先生你觉得我们这次的一个表现 有什么你觉得更可以做得更理想 我先说整体嘛 整体来说 新加坡在反对党阵营方面 能力 人力 资源 信心 民心 样样 都已经进步提高了很多 所以接下来 虽然可能要很久之后 是下一届 但是呢 我们绝对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一届的局势呢 是有三个主要强大的反对党 他们的基础都已经很久 组织 健全 人才多 财力物力人力都足够 其他的几个比较新的政党 或者那个 市力比较担保的政党 就我们没有这么理想 虽然 张石忠先生的 新加坡人民党是 很悠久的历史 但是因为 他们最近呢 在选举之前没有多久啊 内部闹了分裂 张先生的 人民党 是从 民主联盟里面 拆解了出来 所以分散 分散了人力不利的职员 造成也是一些败事 一些不利的因素 包括对 选民造成的一个负面的 就失望 跟一些信心的打击 所以呢 这一次很不幸 我们的 新加坡的 传奇啊 波动巴西啊 就落到李家王朝的手里 这个是最 遗憾的一件事 这 其他来讲呢 好像 革新党 是属于新的政党吧 民主联盟 因为最近刚刚 从跟张先生分离 拆解出来了 所以 实力也是薄弱了 那么 这个 社会主义 政线 设政 他们党不参选 但是他们 三位 就是包括党主席 黄德祥先生 他们出来以 这个独立人士身份 企图去提名 我也协助他们 这个提名没有 没有成功 那么 因素是这样 我觉得这些新政党 这些 现在比较基础不佳的政党 在下一届选举肯定 又会 有所改进 要不就是合并 要不就是个别壮大 这个现象是因为 我们新加坡的政治气氛 人民的协助协力 这些提供资源 都很热心很积极 这个很鼓舞 对呀我觉得这是这个特色 就是说特别安规金 以前要这个筹款 都是非常难的 党就本身就是在 好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前 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多少钱 派多少个候选人 那这次就是说很特殊 就包括我们这个 红帽桥这个队伍 突然间在两天里面 我以为就不可能的 就很多其实很多热心人士 就来了专业人士说 我就赞助我就借你这个钱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大家看的 对 而且人力也是吧 对 人力就比较 计票研 借票研 对对 当然某一些党 提名人 对对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没有什么顾虑 以前的人就说想的太多了 万一会被入围黑名单 会丢失那个工作 等等的一些什么顾虑 但是这次我就觉得很多人 就是已经排除这个了 那么最可贵的就是说 比如说强大的一些党 有历史悠久的 如公文党跟其他党 反对党大体上都做得很好 就是他的候选人 那些条件 这个种种的一些元素 都是很理想的 对 之所以在这次呢 大家很鼓舞 准备工作竞选策略反应 跟组织能力 都做得很不错 这个也就可能是反对党的第一步 下一届呢 肯定会做得更好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信心 我觉得很有信心 我就是这里想跟洪茂桥这个选民 就是说一声对不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因为短处的时间 不足够的时间 也因为我们就是筹款困难 而且是几个党合作的 你也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能力方面 在这个时间上呢 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那个财力方面 你要知道印海报啦 都需要时间 要确定候选人 还有这个这个义工 来帮忙我们这个竞选的工作 等等的这个时间上呢 我们是做不到 加上呢我们就是 尽量在早上 有时候六点多 就在这个walkabout 在地铁站 这个派那个传单 选民个接触 但是就是说敲门一架就是不可能 因为洪茂桥这个地方太大 我要提一个东西 就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就是什么呢 主流媒体 新加坡主流媒体 对我们太不公平 我每天都买英文报 中文报 小报大报都买 但是我每次发现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 洪茂桥这个队伍的一些 曝光方面 这些我们的这个要点啊 新闻完全都没了 没提到 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是很遗憾 因为很多选民要知道 我们到底说什么 到底有什么一些理念啊 什么计划啊 所以我们也只能说说 在网站争取一点时间拍 叶先生帮我们拍了一些video 在这个在YouTube里面 跟大家见个面 给大家了解 往往我们也是因为 在这个革新党 也是在西海岸 West Coast 有一些 好几次的这个 群众大会 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出现 但是很多选民 住在洪茂桥跟西海岸 这个距离太远 也没法指着说 体验到说 或者特地去那个区去Clemente Stadium 去看了解这个洪茂桥的队伍 到底是表现如何 所以在这方面 我希望洪茂桥选民 多多原谅 就是在这方面 就是因为这个某个因素了 地区距离太远 我们就可惜 做不到这个多次的这个群众大会 跟大家见面 你们只有一次 群众大会 这个是太少了 少的不能再少 但是能够这样子 也能够拿到30.6%的票数 可见选民的支持力很高 虽然你们的表现 不能够表现得出来 我坦白说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是因为你们团队是临时凑合 而且党里面的组织不健全 没有经验跟这个争议 新党的 怎么说也就是在各方面 都比较吃亏 因为你们的领导人是 政治上是新手 所以你们一些老手 一些新手 存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所以不能够把全部的 权力 放在对付 应该对付的政治对手 就是李显龙 对的 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对手 强大 就变成总理嘛 那大家当然感觉上就比较困难 我觉得不应该瞧得起他 多强大 但是这一次也是可能说 因素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因素是说 在阿俊尼是变成一个焦点 但是在这个焦点上呢 当然我觉得是工人党是应该有这个 这个这个曝光 因为他真的是派了太好的一个队伍 所以连这个执政党PAP太怕了 都是全部的火力全部攻在这个 不是我跟你讲 你用很简单的数学算 如果说你的团队你说你都是大半是新手 最后一分钟 筹到钱组织起来 能够拿百分之三十的票 我给你一位林先生 如果我有两位三位林先生 放进去 一年前做这个筹备工作 一年前六个月前有准备工作 我跟你讲 今天李显龙就不会是总理 这个我敢讲有把握 因为这个我们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的人力高 而是我们选民的民心所向 已经不信任 就是李家王朝 一个特色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次这个大选 结果呢 这个废票 拿着最高 在红帽桥 3% 这个是特别高的 人口是最多 你有没有亲眼看这些废票呢 有有 我当时我在其中的计票站 我就看到很多人打两个叉 上面打下面打 全部打打的 那么很多是很弱的 很弱的 我看那个点这个打叉呢 我怀疑的可能是残疾人士 或者老人家的 因为这个打叉 你要是一般健康的人 打叉比较有力嘛 力度嘛 那然后会 你是说颜色很浅 对就是好像就是 笔轻轻的在上面打一个 铅笔嘛 不是铅笔 都是原子笔嘛 也会很浅嘛 难道这个选举局提供的笔 是那个墨水没有了 不知道 力度力度 我指的是力度不够 这个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个票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废票 废票就是一种反对的那种 一种放弃 那是他们的权利 他故意要打两个叉 就是要敬重 敬重选民有这种权利 我也只能说很感谢 也就趁这个机会 感谢这个洪茂桥选民 对我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时间那么短处 结果能得到百分之三十点六 我觉得这个是都是 选民给我们的支持 最重要的就是 选民也就是给 PAP执政党知道 我们对你不满意 我们有一些问题 要你来仔细的看 对吧 对 我这一次觉得 策略跟全面的问题的 全面的状态的成功 就是说 我们几乎可以做到 两点 就是几乎已经做到 就是八十七席 我们的目标本来要八十七席 全部提名 几乎就做到了 只差一个三十五秒 那个问题是一个可惜 那个我认为是故意有争议性的地方 那个不是我们做得太差 但是我觉得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要尽力的排除三角账 我们也做到了 几乎做到了 除了一个 这个 这个 绑儿东 绑儿东 那个 就是林沐泉先生 我亲自向林沐泉先生 要求了很多次 让他 退到 要不然就 把他自己放在当中八个选区 要不然就放在八西里 这个他没有 这个是对了 这个决定真的对自己也太不利了 对 结果林先生就不信事情 就是这个 16天 这个 暗规间 刚才你说 要说什么 我让你等一下 我就说这个事情 现在很值得大家高兴的 就是说 大体上全部的票 反对票都增加了 你发现吗 很多区的GLC都得到40左右 这个也是一个现象 就是 大家排除这个恐惧 以前在李光耀的时候 都是给大家的压力很大 你敢选这个地方 我承诺就是以后你这区会后围 这个不止 说排除了 恐惧其实上是逆转 如果你家王朝不恐惧的话 他不会让李显龙那个儿子出来道歉 这个也是另 但是这个道歉 我想回来 他也是会得到一些同情 可能这老人家本来说 你做的过分 但是因为你道歉 你执政党道歉 我就觉得 那好 你改过 你能改过 一不过善良的百姓心软 这个效率是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老百姓智慧已经提高了 就是说你犯大错 死不承认 犯小错 道歉想要蒙人 这个你蒙得到 老百姓如果再给你蒙得到 那么都要回去读幼稚园 我觉得这个选民 现在的选民聪明多了 因为现在的媒体多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得到一些外国的信息 各方面 你也能比较 比较看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做得比较好 那么很多我们的年轻一代 也就留学去美国 澳大利亚 外国 欧美一代 不是 我不讲这些年轻人 我讲年纪大的选民 长辈 这些人 过去我跟你讲 我一直在搞多少年的 反抗李家王朝政权的工作 那么有很多长辈 有很多亲友 都在劝直我说不要去搞 这些人在这一届大选 他们都反了 我告诉你 我收到很多信息 都是我自己本身是很惊讶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全球在 都是在这种变化中 在这个政治的这个 醒悟了 觉得要是能有反对声音 能比较监督的一个制度 那是对他们好的 对了 我最近就看了这一个 应该是孙中山先生讲的 世界潮流如波涛这种海水 那么势力是很大 顺之者仓 逆之者亡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对 现在选民都知道自己的权利 哪怕是一张票 这张票加起来就是力量 对吗 对 还有刚才你所提的东西 我现在才来补充 就是你说的媒体的问题 媒体就是也是逆转的很厉害了 以前抹黑 扼杀 根本就是 主流媒体 受人民行动党 受李嘉王朝操纵 作为他的喉舌工具的这种现象 消失的很厉害 而且呢 依赖主流媒体 我可以看到下一届 2016还是什么时候大选的时候 新加坡的爆章 SPH Media Corps 他们的地位呢 会很低 网络 新媒体的地位 才是彻底的压制它 这一次已经是压制它了 是 我这次也是会遇到一些外国的媒体 也就是等于说 在这个全球上 很多这个新闻美国的 或者邻国的 也都会来 就是了解 到底这边的这个 选民的这个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办法 面对这个媒体自由度 所以他以前 这些 他依赖了一辈子 几十年的那种优势 现在消失了 嗯 那你觉得这次哦 要是过两天 进了国会 你觉得这次 这个 这一批候选 这个反对 反对党 这个 能进国会 你觉得这个 会对执政党 会怎么样的 会带起一个 怎样的一个变化 我先不要从 从反对党讲起了 因为现在反对党在国会 实际上只有一党 我从 李家王朝讲起了 他的士气现在会低落 他不能够再指高气扬 高压高势的 气压的 因为几十年来 他也是第一次 会面对这样的一个 一个几个 对他现在我跟你说 他就是没有条件 他现在会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高兴的拍照 实际上 我们这次大选呢 我在议席方面 我觉得还是很遗憾 刚才我已经讲了 波东巴西士气是一个遗憾 对对对 那么 反对党的席位数 仍然是绝对 在我眼中看是绝对不够的 只有六个正式的议员 其他的什么 对八十匹 非选区议员都 作为人力有限 因为不能投票 对对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反对党 有一个地方退步 就是说 以前有波东巴西的张先生 跟后港的刘先生 是有两个反对党 党一党的数据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党 但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不好 我觉得就是说工人党本身很强大了 也就是你看那个群众大会 几乎几万个人都是集中在那个群众大会 就是这个品牌 工人党这个品牌 我也不是说其他党 达不到什么水准 这个因为刘先生在工人党几十年 所累积所表现的 这次就全面的发挥了 我们选举制度的弊病 仍然在这次的选举成绩中 还是体现出来 就是说你看我们有多少政党 反对党有多少政党参选 那么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总平均才六十点多 对 但是议席他却不是占六十点多 他议席占了很高 百分九十左右吧 对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在外国 这个体现出来就是说 这个不平均现象 维修法法党只有一党 执政党只有一党在议席里面 那么比例呢 他是八十一席对六席 对对 这种比例跟他的 就是说他总票数的六四比 对 这有一个很反应一个很大的 出差 而且我就发现了 你也发现了 这几十年来 执政党的候选人 很多是跟着部长后面 所谓大牌的 做了个顺风车 一进去的 就做部长 做什么 这个 国会议员 对他这个以前就是 这种急选区 搭便车的 这一次呢 他在了 这次输了几个部长 当然我说 行动党里头也有些好的部长 也有些好的 这个优秀的人才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也不是公平的竞争下 选民只能说做一个决定 我只能投一方 我不能投两方 也之所以就是说 这次给了反对党 一个肯定 也是很好的 因为就是反对党 会有第一步 对吧 第一个机会 对对对 进国会 那我相信下一届 你觉得呢 下一届会有更多肯定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 但是现在你顺便提到这个地方呢 我有一个负面的警戒 这是在大家投票 之前我故意不说的 想能说 但是我现在可以说 就是说 我们新加坡的问题 在我的看法里面 今天我没有办法有时间解释 但是我总是把那个结果告诉你 就是说 我自己的结论是 人民行动党 李家王朝 这么多年来的败 败在什么地方 我用四个字 来接他的最大的败点 就是 精英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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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反正有精英 反正会败国 对 人民都受到李家王朝 人民行动党的影响 太过盲目相信精英 精英有很大的限制 实际上 教育 把人的思想像那个漏斗一样 转向一个牛角尖的方向 这个 实际上 是人民行动党的能力低弱 政策 失败 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那么 我在这一届选前 我看 这个迹象 就是反对党也派出很多这种 所谓精英人才出来 我实际上很担心 更多了 更多了 一个问题 幸亏呢 这个选的结果呢 不完全 不这方面的 对对对 这个我就感到比较欣慰 因为如果呢 我告诉你 自从吴作动 当总理的年代开始 新加坡就走这种所谓的精英策略 李光耀 当初呢 他出来当总理 他来执政的时候 人民行动党的议会里面的议员呢 有很多呢 是 我告诉你 有小贩 有理发师 有这种 街边的 就是说 教育不是很高的人士 他们最有经验政治斗争 但是在大数方面 他们这个的贡献 来得比一个文凭的人 对他们了解民生 他们不拿很高薪水 他是炒跟这个关系 对 更能共鸣 就知道平民的生活 要求 理想是什么 你懂吗 对 你是一个高材的话 你是拿了几张文凭 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讲这些原因 但是就是说 这些秀才 他们在很高的象牙塔上面 他们不了解民生 这个是人民行动党李家政权 今天的拜因 一大因素 一大因素 那我告诉你 因为人民行动党过去 三十几年 从吴周冬到总理到现在呢 他这种精英败国的路呢 已经走得很糟糕了 我们的国本已经被这个错误耗掉很多 我不希望呢 反对党 以后接手自己 再走这种政策 再耗下去 我们恐怕 再多十年这样耗 我们不能放本 叶先生 我在有看网站 有人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 现在在网民呢 会用一些年轻的网民 很多就是 你抓到眼球 抓一个要点 讲一个候选人的外表 以这个来做话题 来拉票 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政治上 一种 实际上是一个败相 不应该 花招 花招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个不实际 不实际 但是也有效果啊 要是你每天这样 好像偶像 不是 你把换一种偶像 那么这个媒体把它换的话 变成明星了 实际上我要讲的很坦白来说 民主民选政治 就有他的大弊病 大弊病 如果你跟他在偏向 非政治性的因素来拉票 比如说你是个大明星 我现在在让成龙来当候选人 就拿来拉对票 但是他在政治上的能力 在美国呢 这不是 那么如果你再说 我把一个很著名的 足球运动员 金牌的奥林匹克田径运动员 拿来当候选人 也拿了很多票 但是这个东西跟政治无关 美国不是吗 对 就是 就是 市长之后 一塌糊涂做了 就死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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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把你的脖子掐破了 但是到知名度 肯定他比任何个总统 对 里根也是一位演员 里根还没那么红 我就是 安尔比较 安尔说 对 所以这个 你觉得这个明星刀庄 也可以转移你的实现 就是你大家现在在讨论 你严重的国家风险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人家讨论谁比较漂亮 谁身材比较好看 也是 也是败国的 但是媒体在炒作这方面 错误 这个东西 人民应该要醒悟 我刚才讲的 民主政治 一大缺陷就是说 你把权力交给每个人去选择 那么 他错误的地方是在相信说 每一个人想的 都一定是对的 实际上每一个人所要的 未必是 未必是对的 有一些地方呢 实际上是 你应该去阻止每一个人想要的 某一些东西 比如说 每一个人都想 有 大部分的地方 都有很多人想要 好意无劳 贪生怕死 那么如果国家在一种 危机里面 你这一种东西 交给民主去决定 一定做不到好的决定出来 每一个人都想 好意无劳 贪生怕死 我最好不要缴税 我最好不要工作 我最好不要去当兵 当国民富裕 干什么 大家的责任都不要了 大家就不想要负责任了 然后想要避重就轻 选民 当到选票在手中 他永远就会 偏向这一种地方去做选择 当然 那你说这样的说 这样的说法 要是说政府 我给你每个人一千块 那又是收买 那又是收买 我已经在 那不是奖励 他是说奖励 奖励是错的 我分享 国家的财富 如果你要跟国家 跟选民分享财富的话 你平时什么时候都可以分享 你不要在投票的那一个星期 同一个星期里面那几天 投票之前的几天 就送钱给你 这个肯定是买票汇选 怎么样都 怎么样说都说不过去 那我们选民应该怎么办 选民当然很容易 你以前可以照拿 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在赶机 或者说不好意思 我已经拿了钱了 其实我发现了 不投你就好像没有追过 我现在的看法 本来我觉得这个一家家户 可以拿到可能四五千块 成员几个成员 一人一千块 那四个成员就四千块 以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感恩的话 这个票已经给接得了 但是这次 特别的我发现 反对党反而可以拿到百分之四十的票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同意 我觉得本来反对党这一次 可以赢更多席 就是因为这个红包收了之后 有一些人不好意思 所以就把票投给他 这个可能会百分之三十 收了钱之后 把一些他平时所记得的 这些不公平待遇 一些他想要改革的目标 他都把它抛出脑头 反正你钱拿了 就软软了 心就软了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红包呢 实际上呢 如果他 这些是不发红包的话 更糟了 人民行动党 李家王朝 他现在的六十点多 至少再要下多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八 对对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是在中间的 中间呢 也不肯定要投哪里 但是来到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就说会错误的 有时候想拿钱 反正就原谅他们 他们也道歉了 我就原谅他们 多给一票 这个 汇选买票的事情 我已经在贪污调查局 选举局都去投诉 他们都在装容作哑 想逃避这个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 人民不应该忘记这笔账 李家王朝被推翻了之后 这个账一定要算 一定要清算这个买票汇选 但这个比较模拟两可的情况 就比较难 我觉得没有什么模拟两可 太明确 因为平时我们一个国家里面 没有这个增长配套 没有这个Grow and Share Progress Package 什么时候都没有 只有大选的时候有 他的目标 用意跟动机 肯定是肮脏臭的 肯定是贪腐腐败 不正直 不公正 用途 用意不良的 每一届差不多 每一届大选 今后将会更糟 更恶劣 这一个呢 必须遏止 但是现在既然有几个 反对党 有力量的 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许会有点更改吧 除非你的 反对党票数里面 可以遏止他通过这种议案 现在有些六位的票数 肯定不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 你就在里面能够问问 问问而已 他的脸皮可能会长得很厚 那你觉得要是这一届 总理都道歉了 很多部长 执政党的都出来说 哎对啊 我们也都疏忽了 我们也都错了 都成论了 你看这样的情况下 大选过后大家就要留意了 到底你说到做得到吗 对吧 我跟你讲他们的诚意肯定不在 这个大家 他是迫不得已 他来硬的不成了 他腰板板的不够硬 他就头低一点 这是在低延之下 不得不低头的一种表现 你肯定他那个脑袋怕敲 你还是要拿锤子在他脑袋上 那我们就做写明的 做公民的 不能心软 只能看着 不是 我说接下来平日 我们这种气氛要继续保持 他不是承诺了吗 这次这五年 GST绝对不会增加 那他增加别的来代替 人民行动党李家王朝对钱来说 他其实是效率很低 他就说要花很大的资源 拿到一点点成绩 如果他没有大量的钱花的话 他根本是会做得很差很糟糕 他就会很狼狈的 所以呢 他答应消费税不起 他就会在别的地方动脑袋 或者说他就把东西搞砸 这一点呢 你们不用天真的去幻想 我因为这几个月这个活动嘛 竞选活动 在walkabout的时候 接触的平民多了 当然有钱的我们也不用去敲他的门 你住在别墅啦 condominium很高的 我们不需要了解你的心声 但是我们都是平民的 租房子的 这样子说吧 比较平普的 这样子说吧 有财力比较高的 他们还一样是选民 以平等角度来说 他们的心声 我跟你说 这次财力很好的的人 有很多都来出了钱 协助我们 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忽略他们 我是指他们的问题 但是说他们并不是社会里面最缺乏照顾 最令人担忧的群体了 他们有能力照顾了自己 我以前也看过 就是讲过 我碰过的一些就是遇到的 一些就是老了 过了中年的 没工作的 租房子还不起水电的 很多 交不了孩子的学费 没法子养家的 很多这种 就是破裂家庭的 也不是自己 因为某一些原因 就是经济为主 现在就是说 就业 这个就业机会 到底能造吗 造这个 更多的就业机会 给我们的公民吗 我看今天我不想谈这个 对啊 我就讲学后的一个方向 学后的方向 你觉得我们会走的 我们今后反对党的实力 肯定是会强大 组织要组织的更好一点 那么在国会选举方面呢 我还是觉得成绩 不算是真正如意 我对我来说呢 如果这一届能够有十位 反对党议员在国会面 我就觉得是至少最起码的那个程度 现在是 其实对于十多个更好了 就是大概 对 对 至少要在这十 十名打底 现在我们只有六 还是 我说的人数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最重要就是 哪怕就是六个 这六个能否敢讲话 最重要 老百姓撑腰我 我相信是会敢讲话 我今天在网络上呢 我就找到这个很多视频 我已经放在我的博客上 我就鼓励大家去看 我就讲了十个字 这个是中国国父的遗言 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 现在的局面呢 还是在这样 我找到的这个视频呢 我放在网络上 就是 就是 中国有一些 政治历史节目里面 介绍孙中山讲的遗言 他这个时候 他当时 孙中山快要去世 八十年前 他的那个 中国的局势 就是说 满清王朝他们已经推倒 但是呢 国家还是 没有达到 孙中山跟其他 革命人士的目标 所以呢 他就讲这个话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 当时的情形呢 跟新加坡我比较之下呢 非常的吻合 非常的捷径 尤其是 后来我再加上一个视频 是 就是那部电视剧 《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 里面最后一集的一部分 其实在新加坡播出的时候 这部分被删掉 是孙中山 讲了一个演讲 他讲的分析的问题 原来跟新加坡 百分之九十九吻合 大家都应该去看看那个视频 当时的情形呢 就是说 他们虽然已经把满清王朝推倒 我们现在呢 是已经把李家王朝的集选区 推倒 这一点就已经相似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官员的贪腐 自肥的那个问题 满清 当时倒了之后 中国初期这种 就是 贪腐 滥用权力的现象 非常 严重 跟新加坡情形 还是一样 第三个地方就是说 军阀的问题 军阀各剧的问题 那么 新加坡难道没有军阀吗 我跟你讲 新加坡其实就是在影子里面 是一个军阀政府 你看 总理 是 的问题 非常的 接近 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年中国八十年前那个问题 就是面对 外 外来实力干预 的问题 中国受契压有这种问题 新加坡今天呢 就是有点接近的就是说 外来人口的问题 对 新移民 新选民 跟我们融合 的问题 这一点还是一样 被挤出去了 对 在工作上 各方面的条件上 对 设施啊 各方面用啊 这个 对 那么孙中山讲呢 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中国当时面对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 受欺压的问题 在这里呢 相似的一面呢 就是说 有不平等条例 有不平等法律 有不平等的 条例跟这个制度 我们百姓面对 这一点 有这么多点 是一样 所以我要借用 孙中山先生 遗嘱这十个字 来 鼓励我们新加坡的国人 今后向这边努力 就是说 真的我们的革命 尚未成功 就是 国民仍然必须的 努力 大家要很关注这个东西 万一我们国家也 眼睛要盯紧一点 这个 手脚要利落一点 也是大家团结了 就是大家 新加坡选民 就是大家都新加坡人 要很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 也不希望有一天 像当时的中国 被外国人分裂了 对 被人这样利用了 那么贪官跑掉了 不管了 不负责任了 对吧 对 我会在视频的 这一个部分 放 那个链接 让大家点击 只要点击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 我所刚才所讲的那些视频 我看我们就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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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n